这一切病痛当中 有一种药 是个普通的药 什么病都能治 不对症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害 这个药就妙中之妙了 中国虚化所谓是万灵高 万应高 它没有负责用 佛法里面也有一种特殊的妙法 这个妙法就是念佛 无论 你是什么毛病 念佛决定没错 决定没有负责用 对你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那我们就想到 这个地方讲 无量妙法 就是说的念佛法门 广义来讲 是诸佛菩萨 对一切众生的教法 也就是持教训 教训的内容 教训的理论 教训的方法 通通通在这一个法子里面代表了 所以此地最简单的一个说法 第一 最甚不可思议 我们看的这个句子 就会想到 法菩提心 一向专年 对一切众生的教训 对一切众生的教训 我可以想到 我可以想到 到那一切了